小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 剛才我們讀的這段經文 這段故事 其實對我們都很熟悉 那這段經文會讓我想到什麼 想到習慣 習慣有時候 可能有可能會限制一個人的思想 或者是說一個人的思想 可能會帶出他的行動 或者是帶出他的思想 會帶出他內裡的信念 或者是最後會帶出行動出來 那這一個段落 一般都很一般習慣性的形式 那我們來這個經文 我們來看一看 有什麼不一樣在今天的早晨裡面 我們看看有什麼新的亮光在這裡面 我們來看這一個經文 我們剛才輪到的是什麼 我們剛才輪到的是 大將軍裡面的小女子 奇怪這個小女子他沒有靈沒有戲 那傳統上一般人對他的說法是怎樣 他就是很勇敢 站出來講這樣的話 那來針對這個小女子我們來看說 我們來先想想他雖然是沒名沒姓 但是呢他講說 巴不得我主人去見撒瑪迪亞先知 必能治好他的大麻婆 我們來看撒瑪迪亞在哪裡 南北那個黃色那邊 南北那個以色列王朝分 那個分裂之後呢 就是北邊是以色列 南邊是優大國 那在列王紀上的那個十六章那邊有提到說 這個成為北國 以色列的城市 那撒瑪迪亞也代表什麼 撒瑪迪亞也代表說 以色列這個國家亡了 滅亡了 是一個 已經不再是重要的城市了 那撒瑪迪亞也代表什麼 撒瑪迪亞也代表的是 說講說是王國之外 撒瑪迪亞也代表的是這個小女子 他的家鄉 所以他的家鄉怎麼樣子 他的家鄉是王國了 他沒有家沒有國了 所以他被辱到那個乃曼的家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一個被辱到別人的家裡面做辱的 可是在那個乃曼生病的時候 他居然說什麼話 他居然說了剛才我們講的 巴布德 巴布德這三個字可以讓我們想很多 你想想一個王國的女子 她們家已經滅亡了 這個他的老闆 這個將軍啊 巴布德到這裡來 然後我可能是在異地為奴 但是他在這個關頭的時候 他居然會說 巴布德我主人去見撒瑪迪亞的先知 他可能可以 我們可以想說 有可能他可以不用去贏這個事情 反正這是主人的事情 關我什麼事情 或是我們也想說 他這是他的命 不關我的事情 這是他的事 我平常已經受夠他了 在家裡受夠他了 生病最好的 有可能會這樣子 可是這小女子 這個沒名沒姓的小女子 居然這麼說了 說巴布德 有可能我們在家庭當中 或是在工作職場當中 你有可能會受到什麼樣的委屈 或是你在家庭裡面 哎呀可能跟先生 或者是跟你的親人 有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你可能傷其受委屈 可是這時候 突然有一個可以讓你反擊的機會 但是沒有哎 這個小女子 有可能 我們就像他這樣子 他講了巴布德 所以我們可以說什麼 他用什麼 他可能用善良代替 他內裡一切的情緒 或是他本來原有的想法 我們可以說他可能是善良代替苦毒 善良代替他的委屈 善良代替噔噔噔 善良代替一切 那這是那個沒名沒姓的小女子 我們來看這個乃曼僵局 傳統上的認知都會認為他怎麼樣 他可能是一個驕傲的人 大麻功 叫他去洗他又不去洗 這是我們在傳統上對他是驕傲 是負向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當他 經文提到的是什麼 當他去聽見這個小女子 講這樣子的話的時候 他居然去照做了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我們知道為諸為大 偉大 偉大是什麼 偉大在原本的意思是 是重要的 或者是 文尊是受寵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她是個大女的友誌 所以想定她 不只是將軍 她一定是坐高位 重要的位子 但是她居然是 她的女僕跟她講這樣的話的時候 她很快的就跑去 聽取這個意見 我們能夠說她是負向的 她是驕傲的嗎 那不一定 而且怎麼樣 她居然是聽一個 戰敗國 國家的那個被我擄來的那個女僕的話 我覺得這不值得我們學習嗎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把她看下去變成是負面的想法 所以我們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她我們剛才一起讀的 甚至是亞蘭王怎麼樣子 亞蘭王願意幫她寫信 而且還支持她去那個 被我打敗戰敗國的 國 國家去求醫治 這很特別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們有信心 甚至也是心胸寬大的 願意去接受一切 那這對以色列人來講 這一段 其實對以色列猶太人來講 他們不太能夠認同的 為什麼 是什麼 因為呢 上帝怎麼會 抑制這個 男男將軍呢 他可是亞蘭人 亞蘭人是外邦的信仰 這對我來講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來講是不可能的 信心的榜樣 再來是什麼 他是欺負我們以色列的軍隊的指揮官 他把我們的國家打個遍體 摧毀 甚至怎麼樣子 把那個婦孺啊 魯到 嗯 帶到自己的家中為奴 怎麼有可能 是信心的榜樣呢 再來我們就是 從那個 最知道的是什麼 猶太人 他們不能夠認同的是什麼 欸他長大啊 怎麼有可能是 我們可以做我們的 一個 信 怎麼可以說他是信心的人呢 所以這對於他來講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這個不可能的事情呢 我們就要說 欸上帝的救恩是非常 怎麼樣子 上帝的救恩是很奇妙的 上帝的救恩打破一切 上帝的救恩怎麼樣子 上帝的救恩是 臨到那個 去恩待那個 接受救恩的人 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 欸上帝在做事情 就是這麼 特別 這麼奇妙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 這是 乃曼 他們的 思想帶出的行為 我們來看的是 以色列國王的 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剛才我們讀到的是什麼 以色列國王他們是看那個 亞藍王的信之後就 撕裂 然後講這一段話 聽起來怎麼樣 聽起來跟我們剛才介紹那個 奶曼 甚至是原本自己國家的小名字來講 他的信心 他的信心顯得是怎麼樣 顯得好像有一點點 跟 我們想的不一樣 他可是 耶和王可是他的神啊 但是他居然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什麼樣子 他的信心 可能和奶曼 和那個小名字 成為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我們在這邊甚至也可以想到說 外邦的那個 軍事領袖是投靠 以色列的上帝 但是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一段的 故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怎麼會以色列的軍王 反而不去尋求上帝呢 這是很特別的想 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來今天早晨來思想的 這有時候就好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會不會有時候會像那個 以色列的國王這樣子 事情 看起來 好像是 很負面 但是其實也沒有 但是就被那個心情 被那個環境所牽引著 怎麼樣子 那個以色列國王 他接到這個信的時候 他慌慌張張的 但是怎麼樣子 馬上就有那個使者 馬上就有那個 以列上的使者來跟他講說 我可以幫你 與你同在 有一個 正向的亮光出來 都這樣跟他講了 但是他怎麼樣子 他還是選擇在 副相裡面的思考 這會不會就是 有一點是像我們呢 可能我在這個看起來 我覺得很負面的想法當中 上帝不斷的告訴我們 我必引領你 我必保護你 但是有可能 你就被那個表面的事情 所淹沒了 會不會像 你在工作當中 哎呀 或是在職場 在工作職場當中 或是在家庭當中 你可能遇到一個 一些芝麻 瑣碎的事情 你覺得 讓你覺得 不開心 但是上帝 透過一些事情來告訴你 可是呢 你還是一些好 好事來告訴你 但是你還是願意去選擇 那個就像以色列的國王一樣 這樣一看到性 還分不清原油的時候 馬上帶出負面的思考 甚至我們講的 他甚至還認為是怎麼樣子 有政治上的因素 但是其實怎麼樣子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只是來跟他講說 請他幫忙 有可能我們可能看了一件事情 就自己延伸到 到後面去 以至於是有 不可 不可理喻 或者是不可收拾的 一些想法在裡面 我們也可以針對 即使有正面的想法在我們裡面 但是 即使有正面的亮光在你裡面 可是你的腦子 你的心靈 還是有不斷的去跟 就像錄音機 一樣不斷去去去去回應 不斷反覆去聽這樣子的 嗯 話 或者是 反覆不斷的去去 思索 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事情 亞蘭王有要去攻打以色列王嗎 並沒有啊 請他幫忙而已 甚至要帶什麼 帶很多的禮物給他 我們只看到十套衣服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是怎麼樣子 可是如果你換算那個史塔蓮的跟六千社科 哇 我們現在的那個來換算特別是黃的房間 非常的多 但是他沒有 他是想到的是什麼 他是想到說 啊 糟糕了 我要被攻打了 而且是怎麼樣子 人家 境內他也不知道境內有什麼 境內有 先是 但是以利撒 可以以行一致 即使以利撒猜太太使者來 告訴他給他一個正面的回應 他依舊是這樣子 有沒有可能我們在生活當中 也會落入這樣的景況 那我們也可以從 沐浴欺回這件事情 來去想一些事情 我們知道這個 乃曼是有信心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從我們剛才讀的沐浴欺回 這樣的事情 來去更深的去想一些事情 想到什麼 一個使者 一個使者讓我們想到什麼 他會覺得怎麼樣子 他會覺得我是乃曼將軍 應該是會派一個 聖大的儀式 來歡迎 怎麼會是一個使者呢 甚至是怎麼樣子 他在剛才有講的一段話說 他會認為說是 耶和華 怎麼樣子 逼在我的患處當中 為我祷告 他覺得不只是派一個 隆重的歡迎禮之外呢 他要怎麼樣子 還要用他原本的自我的思想 來去想大概是怎麼醫治我的 但是上帝的醫治 透過禮避莎 給他不一樣的震撼教育 再來我們可以說 他認為的是說 用這個方法 叫我 不是為我禱告 也不是儀式 只要跳河就好了 跳河我們 我們家就有河啊 而且比這裡更好啊 這種 我們可以講說 他可能是以自我的想法 為想法 但是就像我們講的 上帝用小事來飾驗我們 上帝用小事來飾驗我們 他不是用大的來去試煉我們 而是用平常的周圍的 小事情來看我們的擺定是什麼 我們可以說 上帝愛你乃慢的 問題是什麼 當我們剛才講說 他在沐浴七回 當然是後來得了一個歡喜的結局 我們在說他的過程當中 他原本是不解疑惑 又是抱怨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見什麼 看見最後呢 那個他又再一次經歷那個 他的仆人的提醒 我們不說 怎麼樣子 上帝愛乃慢嗎 為什麼愛乃慢 乃慢的名字很特別 乃慢的名字又叫做是 恩典的意思 上帝之前透過誰 透過那個小名字來提醒他 現在又透過這個仆人來提醒他 提醒他 按著 先知以利莎的說法下去做 我們可以說什麼樣子 小名子的回應 還有這個仆人 他們的屬靈的看見 或者是他的信心的提醒 讓乃慢去得到這樣子的 經歷這樣子的神機 經歷這樣子的醫治 那我們可以說什麼 我們可以說神機是什麼 神機不是表演給人看的 神機是怎麼樣子 建立在信心上面的 神機沒有透過 乃慢自己想的很誇張的方式 為他行醫治 這可能讓很多人就看見了 但是 神機竟然是透過 這樣子的方式 讓 這個乃慢去經驗到 一些事情 提升 更加提升他的什麼 他的信 信心 甚至怎麼樣子 打破他原有的思想 原有的觀念 我們都知道 乃慢是一個 將軍 他影響力大不大 他影響力是大的 那他上面透過這樣的小事 來幫助他 更認識 是真神 更認識真神 所以我們可以在 有拿上去 我們可以在 五章十五節那邊 他有講到什麼 除以色列之外 普遍之下 沒有上帝啊 讓他 這樣子來認識 上帝 上帝愛他 讓他帶出大的影響力出來 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用他的身分去 影響人 我們可以 我們也可以講到說 上帝愛乃 他在此時什麼樣子 是勝過以色列王的 以色列王 他是 他的信仰 就 原本 在此時時時刻 上帝 透過這樣的事情 把這個救恩去領到 乃曼的身上 以色列王他可能不知道上帝 保守他 以至於陷於驚慌 陷於 愁苦的狀態 在裡面 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反思說 會不會有時候我的想法 就像這個 以色列王一樣 雖然我有這個信仰 但是呢 有時候 我活的 可能 都還不如那個 乃曼 有可能我是他的兒女 可是我忘記他的 存在 我獨自背負著我自己的問題 我覺得我要考試 壓力好大 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這個越隱越積 讓我覺得感到壓力很大 我沒有辦法勝過 但是有可能 我們就像那以色列王 忘記了 忘記上帝是掌管一切的 忘記上帝是 是帶領我的 所以 我們可以 是不是可以 像乃曼這樣子 他從一個 他認為的 信仰 去經歷一個變成是 他知道 哇 原來 以色列的 以色列國家的上帝 這樣子的上帝 所以在那個 以風所說的一章 十七節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真的是要常常 祷告來做什麼 不是常常祷告 一無寡寡 而是常常祷告 讓我真知道 讓我真知道他 讓我真知道這個信仰 我們剛才有一段經劇 今天的經劇 我們沒有去念到的 今天的經劇是 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 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裝飾 在十篇本 四十九節的第四節 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 要用救恩當作謙卑人的裝飾 那你應該想說他傳道啊 這不就是叫我們要 不要驕傲嘛 人要謙卑要謙虛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子說 對我們基督徒要謙虛 那就是比較表層的 接受 就是謙卑的意思 在原本的意思有什麼 在原本的意思 有的是 困苦 卑微的人 所以你把它套用 因為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 要用救恩當作 困苦卑微的人的裝飾 哇 你在想 乃曼他不困苦嗎 困苦啊 我居高位 生病 即使沒有生病 怎麼樣子 哇 同領 上帝 軍隊 壓力大 困苦啊 但是上帝的救恩 臨到他 但是上帝的救恩 這小女子 不卑微嗎 是啊 是啊 沒名 沒信 又到家裡 又被掳到人家家裡面 那個徒人 不戰戰兢兢 卑微嗎 是啊 也是啊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 把救恩都淋到他們的身上 甚至我們講的說 裝飾 裝飾 其實在原文的意思 也是榮耀的意思 上帝用以 酷苦卑微的方式 顯出他的榮耀出來 而且呢 上帝分別用他們三個人的 酷苦卑微的方式 來變成被上帝使用的方式 而且是成為有影響力的 不因為身分的大小 不因為身分的大小 你說 小女子跟那個徒人 他們的身分 若沒有他們的話 怎麼能夠讓乃曼大 帶出大的影響力呢 但是他們三個可能分別是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但是 用他們的 酷苦卑微的方式 去榮耀上帝 去顯出上帝 顯出耶和華的榮耀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從 這一段的經文裡面 這三個人 我們可以去分別去想像 從不一樣的角度來思考說 這三個人分別得到 上帝的救恩 因為 上帝喜愛我們 每一個人不管我們 認不認識他 但是這個救恩怎麼樣子 救恩臨到他 我們會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樣子 他們可以去經歷到這個 這個救恩 經歷到這個豐富 我們是不是從這段故事裡面 有一些的學習 我們分別來想想 是不是他們有勇敢的心 我們有提到說 乃曼不會因為他的高位 而怎麼樣子 而顯出什麼 顯出 驕傲 你要想想 他等一下怎麼樣子 他要勇敢的聽那個 小女子的話 要勇敢的跟著做 不是嗎 那個小女子怎麼樣子 他要勇敢的去回應 你 仆人也一樣 也要勇敢的再去提 提醒 提醒乃曼 以至於他們都得到一個 一樣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 我們在生活上是 也是需要 哎 上帝一定幫助 可是你少了這樣 勇敢 我們來看看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那個 羅傑約翰 他是誰呢 他是英國的第一個殉道者 那也是那個 我們那個 英文那個 聖經的 那個 清定版的第一個 班翻譯者 那我剛才講了 他是殉道者 那他怎麼死的呢 他是被火燒死的 他在燒死之前呢 他跟他的 祖教 他的祖教 問他說 他就跟他講說你的信仰是 异端 但是 他堅持 他的信仰 並不是 异端 甚至跟 對方的 跟要燒死他的祖教 他們其實都同樣的信仰 跟他講說什麼 那他講說 當來到神漢台的時候 要顯明一切 那他講說 那 他怎麼講的 對方 祖教跟他回應說什麼 跟他回應的是說 那我不為你祷告 可是呢 這個 羅傑約翰 還是一樣的 還是堅定了另一場 跟他講說什麼 想說 我會為你祷告的 那當然他就這樣子 很堅定 很堅定 然後也很溫柔的 我在看他的那個 賺的時候 他堅定溫柔的 把他的靈魂就交給 那個 就回到天家去了 那當然 這樣子 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在 英國那邊境內的 改革當中 也有一些 帶出一些影響力出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說 勇敢是怎麼樣子 我們是 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或者是 像剛才我們講的 這一個 那個 英國的第一個 炫道 炫道者一樣 不可丟掉勇敢的心 因為這樣的心 必得大的喪 喪 再來是 我們 從這一段故事裡面 我們去想一想 他們這三個人 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我們講的 順服 謙卑的特質 特別我們今天明白 謙卑不再是 跟驕傲那個 對一對等 謙卑有可能是困苦 貧乏之人 我記得有一個那個 神父他的生命 好 我記得 可能當中我們也有知道 他是一個 非常博學多文的人 可是他被派去哪裡 他被派去 一個 收到那種 工作的時候 怎麼樣子 他博學多文 我居然被派去 收發信 信件 哇這怎麼 這怎麼 真是很奇怪 這樣子 但是怎麼樣子 因為他的博學多文 懂很多 所以他在收發信件的時候 他 可以看得懂那個 是一個郵票當中的 一個郵票當中的 特別的地方 以至於他到最後 怎麼樣子 這些郵票 因為他數十年如一日的 這樣子的工作 還有他的特長師 那一個本來快要原本 修道會到最後 都會慢慢 他沒落 因為這樣子 他的這一個 數十年如一日的 堅守 順服 謙卑 而保住那個修道院的 財 財產 甚至 讓那個修道院 有一個 很好的發展 可是就外人來講 他數十年如一日的環境 不困苦嗎 但是他選擇 順服的 所以就如同詩篇講的 並按著公平 領領 前輩人 使他們的修道院 因此而保住了 那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這三個人這一段故 都是有沒有 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信心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 信心我們不把他提到 高的 提到希伯來書的那個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體 未見之事的確訣 我們不提到那個 我們把他 想的是什麼 像是在馬太福音那種 我的信心是一個 不疑惑的 不疑惑的信心 他們三個人是分別 都有這樣子 不疑惑的信心 以至於帶出這樣子的喜喜劇 歡歡喜喜的 收 收藏 有時候我們可能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我的困難當中 我會帶著疑惑 但是沒有 他們三個人 帶著這樣子的信心 去做正確的回應 以至於 活出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甚至到最後怎麼樣子 我們說的他們三個人 這 這些特質 這三個特質 他們去看見 哇 去經歷到 這個是 他們經歷到的上帝是 不受環境限制 是超越的 這三個人不都分別的經歷到嗎 所以我們今天的早 早子 我們把這三個特質 刻在我們裡面 在我們這一整週 或是我們這一月 這一整個月裡面 去做操練 你就要去經歷 上帝是 帶我們 不受安心現實的神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你的工作上面 覺得是 很 愁苦的 或者是你覺得 我這時候我的家庭 覺得壓力好大 重大好大 上次我聽了一個 就覺得說 聽的弟兄 我講說 哇 他覺得 業績壓力好大 他覺得 還要處理好多事情 但是我們是不是 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 思索 再一次的 透過這樣的故事 去 思想 上帝 在我的環境當中 是帶領我的 我的環境 可能 有可能像 奶奶 冠軍的環境 我的環境 可能像那個 小女子的環境 我的環境 有可能像那個 仆人的環境 但是 上帝 用救恩 作為 這樣子 特質 這樣子 環境人的 榮耀 好 所以你還怕什麼呢 好 我們一起同心 來祷告 愛美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主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用環境塑造我們 主 我們向你感謝 主 謝謝你透過環境來 不斷的 提升我們 主 有時候 我們會因為這些環境 就像以色列王這樣子 但是主 我們今天 透過這樣子的故事 透過這些劇中人物的 角色 我們看見他們的勇敢 我們看見他們的信心 看見他們的順福 以至於主 你要在他們各式各樣的環境裡面 提升他們 使用他們 就如同 你也現在使用我們 使用我們 每一個人 引領我們 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各樣的生活 工作 家庭當中的 每一個所在現場 主幫助我們 把更多更多 從以來的 智慧 能力 信心 勇氣 崩崩潰 的灑似在我們裡面 我們這樣祷告 是共主耶穌的 聖明感恩 好 拜託 謝謝 我們這首歌來回音 好 我們可以起立來回音 萬聖夜和花 你的一句說的更可愛 我羨慕 不可想你的一片雲 尼民 你一句說當然的愛 我羡慕得向祢的願意 我欣賞容易向祢鼓勵 帶我進入祢的空站 我不滿足 只聽到現在 帶我進入祢的空站 我欣賞無 祢永恆的愛 願祢的榮耀總結降下來 燃燒悲痕 愛如祢的心 願祢的榮耀從天降下來 總會這樣與我們相遇 讓我們更多的向神來支取力量 有可能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是在高位打中 但是我有我的痛苦 我有我的不足 我的軟弱 有可能我只是家中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平庸的 在這小小很平庸的 但是上帝也食了你 上帝也在你的環境當中 幫助塑造提升你 然後我們要更深的向神來呼求主 我要這樣子的力量 來幫助我生活環境 以至於不只生活環境 我們要在這當中去探見 你是那個無可被限制的主 請入你的空災 我無滿足只停留現在 帶我進入你的空災 帶我進入你的空災 我心的路 你永恆的愛 願你的榮耀 願你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燃受每個 愛護你的心 願你的榮耀 從天降下來 充滿住你 與我們的運 充滿這裡 充滿著你 充滿這裡 與我們的神 充满决定与我们相遇 主师 谢谢我们愿意赞与您一夜 去那领受 要我们所承担的指引 和被祢所使用的 祈祢的能力 主我们这样祷告 是公主耶稣圣名感恩 阿们 请坐